生化妊娠流血什么意思 高兼容 维产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 所谓的生化妊娠呢 就是怀孕以后还没有形成胚胎 那么这个胚胎呢 就停止发育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很早很早的怀孕吧 一般都在40天以前 所以你这时候呢 去做B超 常常因为幼囊还没有发育呢 我们可能在B超下看不到幼囊 但是我们如果要是去做一些 血液的检查 抽血检查 化验检查的时候 可能看到我们的ICG已经升高了 证实已经 确证已经是怀孕了 但是这个怀孕 用囊还太小 不到40天 那么在子宫腔内没看到 但是随后呢 它出血了 流产了 那么这时候流产以后呢 我们在B超上没有发现用囊 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生化妊娠 实际一种就是一个 在陪胎还没有形成前 很早的一种妊娠前就发生流产了 专家提示 一 生化妊娠是怀孕以后没有形成胚胎 胚胎就停止发育了 一般在40天以前 二 做B超常 因为孕囊没有发育 看不到孕囊 但是做血液检查 确认已经怀孕 三 但怀孕育囊太小 不到40天 随后出血流产 四 流产以后在B超上 没有发现育囊 所以叫做生化妊娠 说 两个人 一 一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